中国懒人包单元来看到再过不久 就要告别2020要迎接新年了 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民众没有办法出国 可能会比往年有更多人 来参加台北的跨年欣赏101烟火秀 如果不想人挤人 可以选择到周边的景观餐厅 一边用餐一边看烟火 而近期就有不少餐厅 为了配合烟火的释放时间 公告跨年夜将延长营业时间到凌晨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在室内透过玻璃拍101 可能会有反光的问题 建议定位之前先问清楚 是否有户外区可以拍照 过不久就要告别2020迎新年 台北的跨年烟火要到哪里看 不想在路上人挤人 抬头看101烟火的话 其实还有其他选择 像是在周边的高楼餐厅 不但可以一边享用整周的美食 还可以静置离欣赏101烟火 以招牌菜超后月亮杀饼 在特殊餐点中 闯出名号的餐厅正好位在台北101的东侧 景观第一排 业者看准商机 跨年夜将打烊时间延后到凌晨一点 配合烟火释放 有些客人他其实可能6点已经吃过餐 如果在10点之后还吃这么正式的餐点 其实他是吃不了的 推出了一个套餐 那卖的是会有一些泰式的冷面 像是烤鸡腿 跨年夜天凉来点火锅也不错 另一家在台北101北侧只隔两条街的 麻辣火锅餐厅 14楼高空看烟火同样一味难求 不过想拍个美照只能在室内透过玻璃拍 就怕会反光得要挑战技术了 可是有缺点是晚上关灯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灯反光 我们只能看没办法拍 如果是摄影爱好者想拍烟火 也可以考虑在有露台的餐厅 在台北101北侧的大楼45楼高空 餐厅里就有空中花园 拍烟火更清楚明亮 哪里才是最佳观赏点 可以提前做功课 解释玉丁玉特报道 解释玉特报道